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学日语课堂 跟随我们一起来学习日语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日语的语音部分 在语音学习之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听、说、读、写几个角度来掌握语音 首先,日语的语音相对来说,发音较简单,但是量比较大 所以希望大家反复听语音,学会五识音图,掌握单词的语音语调 从而能够简单地说一些日常用语 首先,在语音学习之前,我们了解一下日语的语音总体特点 日语的语音相对因素较少,所以发音简单 原音有五个,辅音十三个,半原音两个,特殊音三个 而日语属于开音节语言,人音不受阻 读起来相对和谐悦耳 日语中,一个假名就是一个音节 表示一拍,任何一个音节,它的发音时长是等长的 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语音的种类 在基本音里面,我们有四十五个轻音,二十个拙音,五个半拙音 特殊音有一个波音,一个簇音,还有长音和三十三个澳音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轻音 轻音假名有四十五个,按照一定的语音规律 把它们排成一个表,分为五段十行 这里面有相对重复的几个 这个表叫做五十音图 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五十音图 刚才我们说到了五十音图由五段十行构成 大家对于五段十行,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在日语中,横的叫行 行的行手就是它的名称 比如说第一行,行手是阿 那么第一行这五个就是阿行 竖的我们称为段,段手就是它的名称 比如说阿卡撒他那哈妈亚拉哇 这就是我们的阿段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提到了哪一行哪一段 希望大家能够清晰的辨别出每一行每一段的字母 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阿行 首先阿行是日语里最重要的五个原因 它属于单元音 在整个阿行的发音过程中 船形和舌位一般不发生变化 所以在发音过程中,中途不能滑动 我们看阿行的第一个字母 阿 在日语原因中相对来说 阿这个字母开口度最大 比汉语的阿稍小一些 双唇自然张开 舌头放低,并稍向里缩 舌尖位于下尺里面 声带震动,声音洪亮 请大家跟我发 阿 阿 下来我们看一下阿字母的书写 前面我们说到了 每一个字母有平甲名和片甲名 两种书写形式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两者要一起来记 平甲名是由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成 因此书写要求圆润 片甲名是由汉字的楷书的 偏旁灌溉演变而成 要求书写横平竖直 书写的规则由上到下 由左到右 大家可以拿出纸 在自己的本词上练习 阿先写横 再写弯竖 再从右上到左下 最后拐为右下 我们黑板上有书写笔顺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书写笔顺 反复练习 接下来我们看 阿航的第二个字母 一 一的发音 同中文的衣服的一相比 发音时 双唇 叫松 口角 裂开叫小 声带震动 声音叫尖 一 请大家跟我发 一 一 一的书写 比较简单 左右对称 一的片甲名 大家可以记成 单力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阿航第三个原因发音 第三个原因 我们在日语里面发 呜 呜 这个字母的发音 一定需要注意 双唇不能像汉语发 呜 那样向外凸起 相对来说 口型做到 舌面叫平 发音过程中 口型不能滑动 呜 呜 请大家再跟我练习 呜 呜 呜的平甲名 片甲名比较相似 相对比较好记一些 大家可以在纸上练习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阿航第四个甲名 呜 的发音 呜的发音 介于 阿航第一个字母 阿 和第二个字母 一 的中间 口型相对较小 舌根用力 呜 呜 呜 请大家再跟我练习 呜 呜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甲名书写 呜的平甲名 一点儿 下面是一笔完成 呜的片甲名 和中文的功 长得很相近 请大家在纸上练习 最后我们看一下 阿航最后一个甲名 呜的发音 大家一定需要注意 区别于 汉语 呜的发音 不能发成双元音 它是一个单元音 口型做到 一次发出 呜 呜 呜 我们看一下它的平甲名书写 以横 右侧可以弯的大一些 后面有一点 O的片甲名 像中文里面的 财 要求书写 横平 竖直 学习了 阿航 甲名读音 我们来一起 练习一下 口型操 大家可以跟我 一起来认读 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 不只要按照顺序 把它能记清 打乱之后 平甲名 片甲名 也希望大家能够 熟练掌握 下面我们举一些单词 大家可以先从 字母的实际角度 把它理解一下 后期我们再用 单词的记忆方法 明确的来记忆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来读一下 这些词汇 阿五 在读的过程中 大家会发现 日语的词汇 是有音调的 音调的讲解 我们在后期 会着重说明 今天我们主要学到了 日语发音里 阿行 原音的发音 我们把它全部总结一下 阿行原音里面 阿 双唇自然张开 与汉语的阿相比 开口程度较小 声音洪亮 阿 阿 阿 伊的发音 双唇比汉语的 衣服的伊 略松 口角撇开较小 声音叫尖 伊 伊 呜的发音 我们要区别于汉语的呜 口形不能向前突 声音叫弱 呜 呜 阿的发音 双唇稍向左右撇开 舌面叫平 舌根用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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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音 双唇稍微放圆 口形处于阿和呜之间 声音圆润 哦 哦 阿行的这五个假名 分别是五个段的名称 即阿段 伊段 呜段 A段 和欧段 这一行的五个假名 是单元音 其余的九行 假名的发音 分别都是由一个复印字母 加上这五个原因构成 因此 阿行的这五个原因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下去能着重练习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